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發現 全台有不少的電廠 都會另外開設冰品部 販售機仔冰 其實因為早年是為了 興建水利發電廠的水壩 需要大量的冰塊 供應混凝土冷卻系統 所以裝設的製冰設備 水壩蓋好之後 製冰設備成了閒置設施 像是桂山發電廠 為了幫助員工生計 以一塊錢的象徵性 買回了製冰設備 提供福利社製作機仔冰來賣 因為水質好 用料實在 加上每支冰 差不多11塊錢左右 絕佳的口感 一到夏天總是大排長龍 孫玉璇在台電服務18年 任職總經理期間 孫老總最愛吃的機仔冰 聽說是隱藏版的鹹花生口味 這支冰棒有個響亮的名稱 叫做院長冰 好濃的花生味 鮮甜甜的好好吃 機仔冰加花生不稀奇 但略帶鹹味的口感 卻是孫玉璇一吃 就忘不了的微妙滋味 院長冰的名號也由此而來 這個花生冰棒吃起來 它裡面有花生顆粒之外 也有濃濃的奶香味 然後花生的味道也非常的濃厚 而且有點鹹鹹的味道 就鹹鹹甜甜的 不是只有單純鹹的而已 那他就覺得這吃起來就很驚艷 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特別好吃 左右手各拿一支甜筒 躺在床上大塊朵衣 孫玉璇愛吃冰 可以從他晚年的照片中 略虧一二 雖稱不上美食家 但孫玉璇肯定是個吃貨 據傳在他晚年中風後 有時到醫院看診 會特別吩咐司機繞去買素食 非得在外頭多繞幾圈 滿足恐怖之欲 也沒忘得擦嘴 就怕太座罵他不忌口 這麼懂吃 自家台電推出的吉亞冰 自然也有孫玉璇特試版 孫院長在協和的時候 協和為他做了特種 特殊做的一個他喜歡的口味的冰棒 那時候也只有他在那邊 才有這種口味 只是現在要如實復刻 缺少食譜 只能靠資深員工的技藝 慢慢調整 其實根本不是加鹽巴 它可能是本來材料 就有一點鹹鹹的口感 比方說花生本身 是不是已經就有一點鹹鹹的味道了 就不用特別再加鹽巴了等等 就是可能要試做非常多次 才能夠抓到那個訣竅 用現在的話講 台電做冰棒是斜槓事業 當時的孫老總也不排斥 還愛吃得很 但說到底這其實是給當時台電員工的福利 大家坐一坐 那覺得說 希望甜一點或者淡一點 就慢慢會調配 調到後來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口味大家都喜歡 那就是這樣子定案 後來當然一代一代會傳承下去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誰先想出這樣的點子 進入台電40年的蘭陽電廠廠長 胡振榮說很難考拒 只知道當時新建水力發電廠 必須仰賴豐配水力 往往搭配水庫新建 而水庫建造水壩所用的混凝土 則需要靠大量冰塊冷卻 那蓋完之後呢 它的製冰就沒用了 我們台電就給它 相對性的給它買過來 它的自己員工呢 就是利用那個製冰的機器 做一些自己自家吃的冰 那坐著坐著 大家都覺得好吃啊 朋友就會跟你要跟你買 台電冰棒原本只是員工員卷 在閒暇之餘 自己創造出來的小確幸 從最簡單的糖水清冰 到加入紅豆 綠豆 芋頭 因為是自己吃的 所以料好實在 價格也不貴 也由於上游水質清澈 讓台電冰棒的口感特別清甜 原本起源於水利發電廠的吉亞冰 因為名聲太響亮 就連火力發電廠都來仿效 小時候我們那時候 等於那時候台電員工真的都蠻窮的嘛 然後呢 聽到福利會有做冰棒啊 然後小孩子就非常興奮 然後那時候的口味不多 大概印象比較深刻的 大概就是那個芋頭冰 後來台電還有一些福利委員會的人 他們會做像說麵啊 我們有大觀麵啊 有巨公麵啊 還有天輪麵 或做麵 或者做饅頭 那這些都是員工自己在做的 自己的福利 那當然冰棒是最大宗 大家覺得說冰棒又好吃啊 又容易做 所以說冰棒的名聲就會比較大一點 冰風純樸的年代 一支冰棒就可以讓孩子搶翻天 正因為是一年一次 只有夏天才有 縱使四十年過去了 兒時奢侈的記憶仍烙印在腦海 不過台電本業畢竟是生產電力 製兵只是員工福利 一旦電廠長官輪調更換 這份小確信不一定就得銷歸槽隨 每個電廠他們的福利委員 他們的想法 他們有時候覺得說 這個就也沒什麼好那個的 沒有什麼特別 他們就沒什麼興趣 那也就 或者是利潤也比較少 那這種古早冰本來就沒什麼利潤 那他們就想說 不要那麼麻煩就收掉 有些電廠嫌麻煩收掉冰品布 有些電廠則靠著口耳相傳 賣出自己的特色 開放一般遊客購買打開銷路 也願意投資更先進的自動化設備 從熬煮餡料冷卻 再到填充裝入模具 放進零下26度冷凍庫 15分鐘冰棒完成 最後包裝 剩下十節一天可生產上萬支冰棒 由員工當股東走企業經營 遵循古早味製法再追求創新 唯一不變的是對原料的堅持 一旦芋頭經過冷凍之後 它整個香氣就會變低了 那跟現銷的香氣差一大幾 像我們平常在買紅豆 我們也會去注意說 紅豆它的 我們會到當地去看它的產品 它的品質到底是怎樣 當初的無形插柳 靠著員工的傳承 讓台電冰棒得以走過半世紀 發展至今每家電廠各有風格 夏季限定的台電冰棒 已經讓眾女星知 引盡期盼